嗨,大家好,我是飞飘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我们今天主要去看一下 这个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一个派的社区当中 现在所呈现的一个新闻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推特里面 在推特里面在输入派Network之后呢 就会发现在全球不同的地区 或者不同的时间节点 发生了关于派的一些事情 那么像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里面不知道是哪个 应该是东南亚的一些派先锋 他们正在进行集会 那么集会当中呢还拉出了横幅 而且大家都是穿着一个比较统一的服装 在街道上面去进行集会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在中国去的相较也讲 是比较大的一个危险的 像大众的一个去集会的话 那么你是出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进行报复啊 这些一定要去给当地的管理者进行打招呼的 那像这种的话可以称之为是一个非法集会 所以说我们可以判定出来 虽然他们的面孔比较像是亚洲人 但他肯定不是中国区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中呢 这些人们呢 也可能在听别人在讲什么 应该是在唱歌是吧 我们刚才听了一下 应该在唱歌 那这些派有聚集在露天里面去 进行他们的一个宣泄 或者说进行他们的一个 觉得舒适的方法去进行集会 但我们可以从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这大多数参与的人呢 年轻人是比较少一点的 而且都是比较偏年龄大的 人家在这里面去进行集会 那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出 在整个的派圈当中 我以前也去做过一期的统计 就是大多数超过五岁以上 六十五岁以上 七十岁八十岁 有的甚至超过九十岁以上的派员是非常多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派的整个社区当中 那么作为我们的一个统计 当然我们的统计呢 可能有一定的区域性的偏颇 比如说我这里偏 举的例子就大概是可以讲中文的 因为我用的是中文投票嘛 他中文圈的这个整个的年龄层次 都是比较老化的 我就说大多数的这个参与派员的人 大多数都是五十五岁以上的 占据了百分之六十多 所以说这个技术还是蛮大的 是吧 那我们再往下看 往下看的话 还有就是关于这是一个派的 打着Pi Network的一个标识 正在去进行议测的吧 其实整体来讲 我觉得现在派的社区 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派社区里面的人 有的人是自发去进行 进行去自己去为这个派去赋能 有的人是花钱去给这个派去宣传 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是完全是进行一个派的交易场所 那这个派的交易展厅 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它门头呢 是用的是Pi Network的发光字体 那么里面呢 也是比较整洁 那可以看到上面 它用的是中文字体 那整体都是简体的中文 那就证明了 这个应该是在中国区的 中国区的一家店铺 那中国区的店铺里面 它进行摆了一辆车 到底它是不是一侧呢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也没有正常去进行考究 我们只能说从这里的一个观察来讲的话 像这个呢 一个门头或者这样的一个招牌 做的话 还是蛮不错的 是吧 能真实的去为派打响它的知名度 或者为派去提高它的一个名声 所以我认为Pi Network的项目方 可能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去制造 或者注重他们的品牌的logo 那像派的中文区或者中国区 有很多已经在去利用的Pi Network这个名声 或者用用到它的品牌效应 去为自己活得比较好的一个流量 相当于这种的话 它其实对于Pi Network讲 其实也还好吧 一是能够去给它带来一定的一个品牌宣传吧 那个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比如说这个开店的这个人呢 他也会利用Pi呢 去给他引来一波流量 那也是蛮不错的 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模式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那这里呢也是关于一个聚会的聚会的 聚会的这个应该是在越南的派友 那我看得到这里面的人数还是蛮多的 是吧 人数蛮多的 然后其实这个和刚才那个应该是接在一起的一个视频 整体来看和我刚才所说的差不多 你看大家里面去参与的人 大家多数的那个年龄呢 应该都是比较大的 都是一大年龄的人词 那所以这个派的项目里面 我们再翻一下 再翻一下看 你看这也是在这个 像是一个亚洲的面孔 那继续往下看 那这里又是聚会了 那这个聚会和上一次的聚会啊 这个是一样的 咱们可能都是参与集会的人进行去报道这次的一个大的一个聚会吧 当然你说里面有没有年轻人也有啊 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扫眼望去的话 他80%到90%的人都是属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 那我们在网上去投标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老年人 我们去得到一个投票结果是超过55岁以上是占据65% 那在线下集会的时候看这个去集会的人呢 大多数90%或者说80%的人应该是老年人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认为啊 年轻人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这个老年人呢 他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充裕一点 像55岁或者60岁之后呢 在中国去啊 他就是比如说女生的 他是女的在55岁之后他就退休了 难道是60岁退休 那退休完之后呢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去进行这些线下的集会 而这些在线上呢 呃人去进行投票呢 肯定很多人还是在上班的时候 他可以在互联网上面浏览 就可以去进行投票 而线下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这个老年人 因为他们的时间才会比较的多 他们的时间才不值钱 呃可以在任何的这个场所或者任意的去挥霍他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出一个比较扎心的实际案例 就是什么 老年人比较多 但是Panetwork又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技术 那么老年人到底有没有理解好这个技术呢 这个我们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虽然号称Panetwork就讲了说我们是一个最实用的 或者是最简易化的一个应用程序来给大家 让帮助大家呢 能够很好的去进入到区块链的世界当中 但目前来讲的话 比较扎心的一点就是Panetwork 他现在的点闪电的这个界面确实比较简单 也是比较符合他所说的这一点 但是他是实际上他是没有进入到区块链的 他只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点闪电的动作来我们去进行迁道 或者说去检查我们安全圈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给我们反馈 反馈一个代币给我们这个积分 以后会经过这个代币转换之后呢 转换成你实际的派币 然后再进入到区块链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Panetwork的整个点闪电动作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还是没有进入到区块链 以后进入了区块链之后 他的链上交互啊 或者说他链上对于跨链啊这些 那其实实际上还是会走回脑路 还是会走回到这个区块链里面的一个 整个操作流程当中 那我不知道这些老年人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在 进行点闪电或者在注册的时候都需要别人帮忙的 那他们以后能不能很顺畅的进入到这个区块链的世界呢 这我相信应该是Panetwork的项目方应该要去考虑到的 因为毕竟来讲哈 他是整这个市场里面占据很大多数的人都是老年人 那么这是关于这一点了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就知道 这个Panetwork是要铸造一番伪业啊 让每个先锋呢都成就一番伪业 而且有人就说啊 这个派币的价值啊非常高啊 大概是三十多万一个 那么有的说是两百多万一个 有的说是上千万一个 那好 这样点我们就不说啊 那些更高的 我们就按照说是一万美元一个的话去算 这些里面去参与的人呢 他们的时间都是比较充足的 他们点闪电呢 据我下面我有空的时候去了解过 像这些老年人他们点闪电 都是定时定点去点的 每一天都点 所以说他们获得代币的这个数量啊 远远会比这个年轻人多 那么当然这个可能会比较极端 但你实际上如果按照群体来算的话 现在整个派的社区当中 老年人拥有的派币的数量 绝对是比年轻人更多的 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说按照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如果说大家都是有非常有钱的 是吧 这个币价也非常高的 那么会逐步的让老年人非常多的钱 那么他们的 首先他们的币量非常多 然后他们的这个 派币的一个认知也比较高 那么如果说真的按照他们所愿意的那样的话 世界上的所有整个派圈里面 绝大多数的这个财富都会累积到这个老年人身上 而且这些老年人以前都是比较去吃过苦的 或者说以前的生活条件 就是我按照中国去这样去算吧 生活条件肯定没有现在的好 那么他们突然间有了这么多钱之后 他们会如何去把控这个财富 那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深思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因为有可能很多人他做了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钱 如果说你按照这个一个派币31万 或者一个派币几百万的 他们突然拿到这个钱 而且每个人身价就是几十个亿 或者几百个亿 有的人可能上千个亿 就是直接就可以买下整个小区 是吧 整个小区全可以买下 比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 一下子可以买的你花都花不完 你喜欢Airway的包 可能你整个店都把它买下来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车 你可能整个4S店都把它买下来 比如说你经常喜欢在一家包子铺里面去吃饭 你可能整个都可以把它给买下来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后果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还是说这种可能性完全是进行天方夜谈的空穴来风去想象的 那这一点我相信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你放心 在这样的一群人群当中 有非常多人相信 他们的财富绝对是可以达到这样的 就是他们可以只这一桶楼多少多少钱 我完全是可以买下的 他们现在就有很多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新型在里面 或者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执念在里面 认为Penit Worker就是非常只有价格的 非常值钱的 而且他们的财富已经是完完全全碾压世界上的很多世界首富了 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派圈里面项目方看到这样的一个聚会 或者项目方看到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 他们会不会害怕 这是一方面的 那好几点我们往下看 那这点也是关于做节点的 那做节点里面呢 这个里面我就想去说一下 这里讲的是中国区的做节点 中国区做节点的这一点呢 我看见有很多的去做节点 他会把它搭在一个计划里面 而且他们比较通用的就用这个架子 把它全部一整排机器放在一起 那这点呢 搭节点是毫无疑问 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的 也可以帮别人去代理你搭建节点 只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 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个注记词 或者保护好自己的派币就行了 但是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看到的是作为我的一个专业来讲 他这个人就非常的不专业 就是说他把这个人 这个会议室 会客厅会议室 还有就是说 你看他们的谈话的地方 那么办公的地方 全部弄在一起了 那首先说一说一下 就说要不然就是说 他是有一个噱头 就说什么呢 你们来进行洽谈的时候 你看我这里有这么多机器 可以给你看是吧 你看我们实在是在做事情 那么他是拿一个噱头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这个的一个搭建节点的人 他没有太大实力 他没有办法去单独的去隔离开 将他的一个机房 和他的这个办公区进行隔离开 按照正常的一个操作模式来讲 我们作为做硬件来讲 你的这个主机 你的机房 或者说你去参与的一些电力的东西 你一定要是和你的这个工作间是隔开的 或者跟你的会客是隔开的 因为中间呢 他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个热量 或者说是电力 或者说弱电系统在里面 那他还会说 在单独的一个房间里面 会跟他安空调 跟这些机器安上一个空调 去给他们降温的 像这种人和机器 还有会客 还有办公在一体的任务情况下 他是非常糟糕的 那作为像八件节点的这部分派语来看的话 当然你不懂的情况下 你觉得他们你看他们公司很厉害 你会客的时候 你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 其实像这种做法呢 他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忽略它的危险 但是实际上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和规则来讲 他不应该是这样做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在这个派的社区当中 到底是为了噱头而言 还是说为了去进行节约而言 我就不知道 我就看不懂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 看一下在下面 下面还有关于韩国的派语 那我们看到这里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整个的聚会 或者说在整个的一个人群当中 或者说在疫货当中 或者说在喊价格当中 是不是感觉亚洲的比较多 为什么在美国的项目 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少 是吧 为什么没有美国的人在聚会 或者怎么样的 那这是我发现很久了 一直想去问的一个话题 我也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出来 因为我以前有看一个英国的派语 一直在分享 我也问过他们 你们英国有没有去聚会 你们英国的人对于派的一个看法 那么他们的比较回答比较简单 就是他们对于整个派的项目而言的话 还是比较看好的 但是他们不可能去进行 因为派去进行聚会的 那么他们的一个整个的观念来讲 他们可能和亚洲不一样 他们的聚会或者他们的什么事情 可能是要因为自己确实有什么事情开心了 或者陪伴家人 或者大家一起开心聊一些事情才会去做 或者对于学术的研讨 那么他们才会去单独的去开这个集会 而不会说为了一个现在还没有怎么去成功的项目 或者还在想象中的事情 去大家聚集在一起去讨论 他们是没有这个样的想法了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是单独的是英国的派友是这样的 还是说整个的欧美地区的派友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不会说因为一个大家去参与的项目 大家非常狂的去追捧他 去为他去开集会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能够确定一点 在中国区或者说是在东南亚地区 越南地区 那么他们都非常愿意去进行线下的一些聚会 那么包括说在中国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聚会 包括居会里面交三百多块钱交五百多块钱八百多块钱 或者带有旅游性质的聚会是非常常见的 像这种聚会呢 我并不是说排斥他 而是说这样的一个聚会到底有没有必要 大家能不能从这个聚会当中获得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或者非常好的一个知识呢 那这就是要参与的人才知道 而大多数参与的人在后面的一个回应当中都在讲说 这个会议好像没什么意义 感觉去了之后弄了人也非常累 而且呢 有没有获得很好的一个收获 而且呢 还花了不少钱 所以说得到的回馈啊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整个的区块链世界 那么像派的这种呢 确实争议比较大 那么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大家的全世界各地 那么每个区域的人 他都有不同的一个操作模式 或者他们的一个习惯模型 而在中国区或者在越南地区呢 我看到的聚会是比较多的 那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个地区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那里聚会多不多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那好 这样就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不同观点 或者意见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